大家好 现在呢就是要介绍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在美国的反响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在这儿呢有一条留言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大张伟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然后现在我看一下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呢 在这个YouTube上一共有600万的观看 然后呢还就是在两年之内呢就有600万的观看 然后在大家再看这个呢 大张伟的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呢 有很多人呢就是说那个录视频 当他们看这个大张伟的歌的时候 因为这个里边呢有这个发音 所以呢这个在英文的发音里头呢 是那个对黑人的一种歧视性的发音 这个让黑人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不舒服 所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看黑人当他们看到这个大张伟 唱这个歌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看这个大家 就是在白人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下面的那个评论 说那个说这个大张伟啊 真可怜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种族歧视 他只是在说他自己的语言 所以这个呢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大张伟的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呢 本来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而且非常的励志 但是呢一下子呢在这个YouTube上呢 得到了这么多的观众 观众的那个关注 但是呢得到关注的原因呢 就是是这样的 是你想象一下 就是你的歌如此的那个受到关注 是因为呢就是在英语 它的发音呢是有英语的一个种族歧视的 这个痕迹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 这个种族歧视者说 就是K-pop 他们以为这个大张伟呢是韩国人 所以说这个韩国的那个音乐呢叫K-pop 说这K-pop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那个差 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说 就是非常的那个 欣赏大张伟唱的这个歌 说那个大张伟啊 就是可以就是和美国唱Rapper的歌手相媲美 他可以来美国唱Rap 然后有很多人说说 他这首歌其实是很好听的啊 然后呢啊就是说也有的人呢就说说这个那个歌呢 其实是要那个让人就是不抑郁 然后不痛苦 但是呢就是英文的那个观众呢 特别是美国的那个说英语的观众呢 他就觉得呢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歌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现象啊 然后大张伟一下呢 因为这个就是出名了 虽然不是说那个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出名的方式 但是的确是出名了 嗯 嗯 喜欢把 decide 说确是出名的